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2020桃园国乐节即将登场 这次很开心 可以跟桃园市国乐团团长 孟美英老师 一起吃桃园的在地早餐 团长好 思雅好 大家好 那在聊国乐节之前 不知道可以先请团长 跟我们聊一下 桃园市国乐团 它的成立故事是什么 桃园市在国乐的培育 其实已经很久了 在我们郑文燦市长的支持 以及市议会的肯定之下 郑文燦市长首创 桃园市国乐团 市长那时候 跟我讲的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他说希望让年轻人 可以在自己的家乡 开创梦想 实践它的理想 所以他就希望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桃园市国乐团 当成年轻人逐梦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在中立书馆 成立了桃园市国乐团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艺文节目 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 而且有一些像是夏天的音乐节 也因为准备时辰的关系 所以都没有办法进行 可是这次桃园国乐决 它还是一个持续进行 而且是照以往的旗程进行 那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郑文燦市长其实在防疫的一些准备 都非常的充分 带领着我们做好很多防疫的工作 那最主要是因为 桃园市国乐团是一个职业的乐团 每天还是要正常上班的 所以随时都准备好 开始疫情有点缓解 我们就可以上舞台 所以也感谢我们的政府 带领得非常好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大家非常幸福 还可以正常的去音乐厅听演出 不过音乐疫情的关系 这次桃园国乐节有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比较有大众参与的 比如说国乐影大师班或是亲子影 比较难去防范他所接触的一些历史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活动先再缓 明年再办 正常的音乐会就可以举行 那我们可以来聊一下第一场音乐会 7月26号开幕音乐会 是请指挥家顾宝文老师 跟小婷家曾宇倩一起演出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开幕音乐会的重要性 开幕音乐会一定就是把我们整个 国乐节的走向可以展现给大家 那一开始就是有点中西合并 我们请到曾宇倩他用小婷琴 是比较属于西月的 但是我们国乐的可以跟他一起交融在一块 表示我们桃园的国乐节 是属于中西走向 都可以非常精致经典的一个国乐节 而且去年曾宇倩演出的就是 同手曲子 梁柱小婷携奏曲 对因为去年实在是爆棚 有些观众他买不到票 所以我们就答应观众 今年再请曾宇倩来一次 让有些没有听到 没有买到票的朋友 可以再一次的来观赏 对不过我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现在还是买不到票的话 你可能就还是买不到票 因为这场节目反应非常的热烈 第二场演出是由指挥家钟耀光老师 带领桃园市国乐团演出 不完美的爱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音乐会就觉得标题很特别 不知道里面是讲哪一些的爱是不完美的音乐 有一些历史的故事或是一些人物 钟老师认为没有结局或是没有得到的 有时候好像特别美或者是难忘 所以他就把这场约会定为不完美的爱 这次演出也有跟唐美云歌仔戏团合作 那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唐老师他会单唱跟我们的乐团配上去 跟一般他在剧团里面演的可能不太一样 剧团里面他可能是着装 那他跟我们唱的时候可能是会时装 但是他唱腔是歌仔戏 就是有点现代 但是这些表示说这样的情景或是这样子的曲目 还是希望跟现代的人有一些结合 而不是说一定要在很古代的场景才能唱歌仔戏 所以听起来就有点像是说 譬如说像西方古典乐歌剧 很多时候声乐佳他也可能会以乐团伴奏的形式 就是纯粹演唱那些永叹调 所以这次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去表现歌仔戏 那感觉起来好像更可以我们用纯粹去欣赏 歌仔戏在音乐艺术上的表现 这次的五场音乐会里面有一场是妖眼团体的演出 叫做声声吉 我那时候看那两个团体其实都非常特别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打击乐团跟一个声乐团 这是我们古代那个声 这个打击乐团叫古鲁吉 他的团长是郑安良先生 他特别出国去留学 学了比如说印度音乐 或者是西方的一些打击方法 现在回来我们中立 他就在我们的中立创团 所以就请他来把他精彩的一些节目带给大家 还有一个是台北合乐声乐团 团长是黄荣毅老师 很难得我们台湾能够有单独乐器的乐团 他有声比如说17黄 26黄 36黄声 甚至有卢声 他把所有的声各种种类 把它集合起来 单独表现 或者是一个乐团 以声部来一起合奏的一个表现 所以一个是比较西方的打击乐的表现 一个是我们比较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声 比较古老乐器的展现 所以希望上下半场都给观众有一个不同的体会 听起来好像会是个非常热闹 有很多声响色彩 跟大家平常习惯不一样的演出 因为打击是比较点状的 声又是比较是线条性的 所以刚好两种反差 可以让大家比较一下信赛性 而且我觉得常常有人是说那个声就很像中乐里面的灌风琴 但是它其实就是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它今天如果变成一个乐团的话 它可能就真的会有一个很像管风琴盲大的震撼感 音域就会比较刮 接下来其实在父亲节的时候 还有一场是以新秀为主的音乐会 叫做《牙绿迎风2》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桃园世国乐团在推广新秀 给予新秀舞台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桃园世国乐团的每一位团员都好像新秀 因为他们的年龄其实都还很轻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把年龄再往下培育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找了三个高中的同学 他们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如果他们要跟乐团来配携奏是一个很难有的机会 所以我想说应该让他们及早或是提早 去接触到国乐团来配他们的独咒 可以让他们在训练上或是以后的舞台上的经验更增长 接着呢另外的曲目是 我们今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一些指定曲 等于好像是我们在示范演奏一样 我们有演奏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一些合奏跟 私足比赛的指定曲 也希望各位来欣赏 希望也对学生音乐比赛的时候有一些帮助 所以如果你是果乐学子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 今年第五场就是闭幕音乐会 这是由李泽毅老师亲自指挥 亲自演出他所有创作的曲目 那不知道各位跟我们谈谈这场音乐会的重要性 李泽毅老师在作曲上面做了非常属于我们桃园风格的曲子 他有做了一首龙坛印象幻想曲 四月雨 还有做了我们一首桃园世纪钢琴的协奏曲 他把我们桃园有一些民谣啦 或是一些不同的种族 比如说有客家 有闽南 原住民 把这些融合在音乐里面 所以呢每一首曲子都有它的特色跟代表性 而且这场音乐会还有个非常特别的妖言的来宾 不知道团长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闭幕的时候请到我们的曹雅文歌手给大家演唱 我就想说我们在开幕的时候是曾宇谦的小提琴 在闭幕的时候我们就以我们的声乐 或是以我们流行上面的一些歌手 来跟我们大家欢度一下闭幕的音乐会 所以听起来这个2020桃园国乐节 其实是一个中西交融的很多形式不一样的演出 融合在这五场音乐会里面 非常令人期待 最后不知道可以请团长和想要来听国乐节的观众 讲几句话 2020桃园国乐节五场约会其实都精心的策划 第一场是曾宇谦的小提琴演奏梁柱 是适合全家一起来欣赏的 第二场呢适合带着父母一起来听听 唐美云老师用比较现代的一些方式 然后唱着歌仔戏的一些曲调 第三场呢两个乐团 打击乐跟声乐器是属于这两种种类的一些喜好者 也可以来欣赏 第四场呢是8月8号的父亲节 所以特别用牙绿迎风 让我们的父母可以欣赏孩子的成长 看到他们的成长的喜悦 来庆祝我们的父亲节 最后的闭幕音乐会 请到歌手曹雅文 希望让大家可以把欢乐的一些歌曲 朗朗上口不只在音乐会中听到 希望在平常的生活里也可以陪伴你 所以无常音乐会都非常欢迎您来欣赏 好 这么多精彩节目 那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到中立艺术馆 欣赏桃园国乐节 而且重点是还有这么多丰富的美食 是 在我们中立真的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除了有中立夜市 我们还有很多小吃 比如说有菜包 有营养三明治 最有名的米干 花生糖 都是我们中立在地的一些美食 那么可以来听完音乐会 以后去品尝 或者是来听音乐会以前 先提早时间来品尝 都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就现在来先替大家品尝一下 母亲早上回报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早上回报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满满棚按个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亲早上回报 下次再见咯 你两三明治留给我